明日之后将在11月6号停服 是吧 明日之后将在11月6号停服 前几天明日主播们在直播时 突然策划小城乱住直播间 宣布即将停服 What官方实锤停服 当时真的是大吃一鸡 但其实根据官方的消息 停服是为了更新第三季 更新之后会将所有的地图进行合并 变成无缝大地图 从营地出来可以步行 开车开摩托 甚至开飞机 自由走遍整个明日大陆 整个大世界多了春夏秋冬天气的变化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是全市晴天呢 还是直播暴露的 并且增加了全新的喜好 自由的寄届 如果你在旅途当中遇到了横跨不了的地区 就地建桥 甚至可以搭建滑鼠穿山越岭 感觉明日之后好像不成一个全新的游戏 但我还是有一点担心啊 你说这地图合并了 会不会哪一天有一个远在他乡的高人者 偷偷摸摸就来我家 往我家就停退了 What the fuck 明日的这次官方停赋 其实是希望大家对第二季的告别 为了表达告别过去的决心 还特意和这就是街舞的导演联合安排了一场平足狂欢 根据现在预告方中的消息 当晚会有阿列克星现场电音乐部 还有玩家之友锐秋现场大别 还有其他NPC的街舞 甚至是感染者的集体 本头不低 但是根据我的推理 节目内容肯定远不如此 活动动静如此之大 到时现场一定会能利用重量级的主创人员 出来致辞 策划小陈 甚至是老板丁美 你们猜猜明日之后还会准备哪些节目呢 我希望小陈或者是丁老板 治完此之后再跳个狂欢吗